《新年代》 部落裡面有一個傳統的習俗 就是在卸滿大概現在的20歲的年紀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青年階層的進階 因為他們在15歲到20歲之間就已經出發了 就出征了 然後有一些就暫時在戰場上 實在在戰場上就沒有辦法去進階的這樣一個過程 為了要紀念這些暫時在戰場上的這一批 不管是高山泳隊或是台積島兵 那希望他們的靈魂藉由翅膀從異鄉飛回部落 在杜蘭部落的老人家祈禱就說 如果我們的族人逸死在他鄉 可以祈求祖靈賜給你一對翅膀 讓那個翅膀帶你的靈魂飛回部落 所以藉由這樣的一個傳說 所以我才做這些翅膀 也希望這些翅膀真正可以讓他的靈魂帶回部落 母親或是他的姐姐妹妹們 可以賦予一個投資 讓他有進階到成年 當作是一個真正的人的一個階層 的一個意義 所以我才設定一個 所謂的大帝之母 可以給這些能夠從異鄉飛回部落的這些王魂們 能夠有一個進階的一個過程 然後好讓他回到部落當城市租蘭 真正的一個成長的階層的一個人 駿山大軒 一堆 後來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